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示对首相的支持 首相说他在沙拉越能够感受最大的支持 信心和安全感 首相打趣说有了这个支持他就能够睡得更安稳 国阵支持者今天早上在古境团结体育馆出席沙洲力挺Nasip的首相亲民集会 首相看例在沙洲署长阿德纳的陪同下抵达会场后 现场即刻掌声雷鸣 出席着高喊Nasip万岁的口号 最近一年来前所上 杜马哈迪不断向Nasip拍炮 要他下台 而Nasip的支持者也不甘失落 积极主办造势活动 面对逼宫压力的Nasip促请大家不要低估他 如果有任何问题 大家可以一起探讨并且解决 他还形容自己是一名强悍战士 体内更留着战斗的血液 Nasip指出当年马哈迪执政遇上巨大的政治挑战时 时任务卿团长的他曾经给予马哈迪权力支持 就算现在如果出现问题 Nasip相信一切都能够言论而解 如今是Nasip担任首相的年代 他强调不会因为一个人而下台 伊斯兰党今天举行第61届全国代表大会 伊朗主席Dadoshi Hadiyawang促请党员不要掉入敌人的陷阱 特别是那些企图分裂该党的人 Hadiyawang表示将会探讨和行动党断绝来往的建议 但是不会退出名言 第61届一党全国代表大会 今早在瓜拉雪兰河室内体育场正式开幕 伊党主席Hadiyawang表示 只要盟党对克兰经教育没有分歧 伊党就会继续留在民连与盟党持续合作 并且维护民连政治联盟的理念 今天的大会中 伊党长老理事会的代表通过剪辑动议 以致意决与民主行动党断绝合作关系 不过Hadiyawang表示 这只是一项起案将会被带入党中央讨论 至于他和行动党会会领袖 林吉祥的个人恩怨 则将会私下解决 Hadiyawang也强调 专业派对伊党犹如宗教师派那样重要 伊党接受任何促成伊斯兰胜利的人士 但是党员需要提高警惕 不要让那些会刨出区分专业派和宗教师派的标语 来弄垮伊党 伊玛发展公司的丑闻越滚越大 甚至导致巫统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首相早前已经表态 如果有内阁成员和他唱反调 那么就应该辞职 对于首相的这番话 巫统副主席达德西阿曼扎亦表示 如果有部长对首相没有或失去信心 甚至质疑他的决定 最得体的做法就是自动辞职 阿曼扎亦表示 为任何割除内阁成员是首相的决定权利 而内阁成员也有义务赞同首相所有的决定 早前乡村河区域发展部长达德西·莎弗阿曼扎 不认同巫统元老登顾拉扎利 指内阁必须为伊玛发展公司的事件负责的言论 莎弗阿曼扎表示 内阁部长常在会议中提出伊玛发展公司的问题 因此已经尽了身为内阁成员的责任 他还强调本身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发问 因此不会辞职 吉兰丹化妄声昨晚传来巨大的爆炸声 引起民众的一阵恐慌 甚至担心会不会是飞机坠毁的声音 吉兰丹警方已经证实化妄声并没有发生任何坠机事件 并促请民众不要胡乱猜测 交通部长的细料中来今天澄清 有关的巨响其实是我国和美国在当地展开的军事演习 廖中来今天在出席马印航空空中无线上网推介以后 向媒体做出解释 他说当地民众听到的巨响 以及看到飞机低空飞过 其实是我国军方和美国军方在那里展开军事演习 并不是坊间流传的坠机事件 他促请民众不必感到恐慌 针对马航MS370事件 廖中来表示目前还没有任何最新的进展 不过我国已经和澳洲以及中国达成协议 将会再次扩大搜寻范围 继续寻找失联客机 他也驳斥早前有关停止搜寻马航MS370客机的说法 并指该说法是不正确的 RTM李欣宜采访报道 来看社会新闻 今天凌晨 新山敦拉萨路的一家夜店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一名23岁的夜店保镖和一名24岁的顾客 身中超过15枪后不幸丧命 如佛总警长的多罗斯利透露 今天凌晨大约2点45分 有两名黑帮成员 相信是因为争权和争夺地盘纠纷 向夜店开枪扫射 当时站在夜店外头的两人 就不幸被枪击中死亡 警方表示 嫌犯开枪后 除了射死两人 四名年龄介于23到31岁的顾客 也遭到被枪击碎的玻璃碎片割伤 截至目前 五名年龄介于20到35岁的男子 已经遭到警方扣留协助调查 警方将援引刑事法典 第117条文调查这起案件 另外警方也会检查夜店闭露电视的录像画面 以获得选犯干案线索 另一方面 多罗斯利表示 罗佛警方也成功倒破了在新山南部 活跃于偷车和抢劫活动的肥党 并扣留了三名抢匪 警方同时破获了新山南部发生的 五宗抢劫及偷车案 来跟近六名一名匪徒干后 逃入吉隆坡五级加拉山的案件 尽管警方昨天展开了长达七个小时的围捕行动 但是至今还是没有匪徒的下落 警方相信匪徒目前还在森林公园 因此将会继续包围山区 收捕这群匪徒 另一方面 吉隆坡15被警区主任 李天胜助理总监表示 警方派出特别行动部队和警犬 继续展开追捕行动 他说警方相信这批印尼籍匪徒 涉及多宗敦伊斯麦路花园的 和金鸾镇花园一带的破门刑切案 无论如何警方将会继续展开追捕行动 尽快将匪徒缉拿归案 较早前有报道指 我国边境有将近80%的执法人员涉及贪污 导致出现了走私问题 不过内政部长达德西阿玛萨黑今天否认了有关的报道 并扬言将对此展开调查 阿玛萨黑今天出席内政部长月集会时表示 不排除贪污是导致边境发生走私的问题 不过政府也不会原谅涉及贪污的官员 较早前八名涉及贪污的官员已经受到对付和接受调查 另外为了加强我国边境的执法 阿玛萨黑表示将会进行蓝海合作策略 让相关单位及机构包括警方武装部队和移民局等 共同监督边境 但前提是政府需要在边境设立围墙或里巴 以方便执法人员监督边境 针对在边境设立围墙的建议 他说有关建议将交由相关机构批准才可以落实 有报道指出政府正在研究在我国和泰国边境设立129米 涉及玻璃市吉达和吉兰丹的新围离 他也透露有关执法机构一起合作巩固边境的详情 将会在近期内公布 但保卫国家的前线工作依然将由武装部队负责 而进行执法及采取法律行动的工作 则将由内政部和移民局负责 警方上个星期在玻璃市周忘记免发现了多个乱葬岗 随着挖掘尸骸的工作以及以及鉴定涉及人口贩卖活动的主谋后 警方今天早上再次出动180名警员和见证主人员 开始展开第二阶段的挖掘尸骸工作 据报道这批180名警员以及见证主人员 是在今天早上大约9点从巴东误杀的警察总部出发 前往发现乱葬岗的地点 不过当局基于一些原因 不允许媒体进入巴东误杀的警察总部地区 昨天玻璃市周总警长萨菲伊伊斯曼尼助理总监表示 泰国警方已经允许我国执法人员通过泰国的班德洛路 进入森林区内的乱葬岗展开挖掘尸骸工作 这个距离泰国边境只有100米的森林区 出现了91个乱葬岗被遗弃在这里的尸骸 相信大部分都是缅甸籍罗辛亚人的遗体 截至目前当局成功挖出了35具尸骸 而所有的尸骸也已经被送往 耀罗斯的苏塔纳巴基亚医院进行解剖程序 而在槟城警方接获了公众的情报后 到威省南部新巴安拔的一个住家 展开了一项突击行动 成功捣毁了一个贩毒集团 并逮捕了两名嫌犯 滨州毒品罪案调查局是在今天凌晨 2点45分展开突击行动 在行动中被捕的两名嫌犯是朋友 他们的年龄个别为29和33岁的 保险代理人及劳工 警方同时也起货了2650例摇头丸 毒品液体以及一辆豪华车 被捕的两名嫌犯将被扣留直到这个星期天 以协助调查 我国的骨痛热症病例在有攀升的迹象 吉隆坡4元末一个住宅区内 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有三位居民 因为骨痛热症而死亡 35岁的英译女子 马拉蒂日前在施拉扬医院 因为病发出血而宣告不治 而他也是我国近日来 其中一名因为骨痛热症病发而死亡的患者 死者家属投诉 虽然卫生部官员有定期到该住宅区进行检查 可是当地人民代议室却对此不闻不问 令他们感到失望 自圆末区国会议员林立盈被指 没有在第一时间了解当地的骨痛热症病情 令死者的亲人甘尼森非常不满 阿li Parlimen dan juga masyarakat di kawasan ini selalu perlu mengambil berat tentang isu-isu seperti ini dan melaporkan perkara ini jadi hari ini saya juga berharap Jabatan Kesehatan dan juga agensi-agensi yang telah datang sebelum ini datanglah pantau di kawasan ini sebab saya tengok air pun tak berjalan that means the water is not flowing jika water tak flow kawasan itu akan ada dengi seperti ini 人民投诉协会主席 Datto Chandrakumanan 希望政府能够采取必要措施 消灭黑斑文 他也将向吉隆坡市政厅反映这个问题 要求当局增派人手 协助清理该住宅区 马航在重组计划下 正式裁退了6000名员工 并发出新马航的聘请书 给14000名员工 今天马印航空 为遭到解雇的马航员工 捎来了好消息 马印航空首席执行员 Chandran Lama表示 该公司愿意吸纳被裁退的马航员工 Chandran Lama是在出席 马印航空空中无线上网 推介里时表示 马印航空至今已经接获了许多 来自马航前雇员的履历表 和申请面试的信函 他说马印航空目前在各个岗位的空缺 预计达到600个 包括飞机师 空服员 地勤人员等等 可以让马航雇员填补 Chandran Lama的这番话 对马航前职员是一种鼓舞和支持 下一节新闻要告诉你 今天六四事件26周年纪念日 中国天安门广场高度戒备 防范另一波的抗争 中国东方之星克伦沉默事故 遇难人数增加到75人 乘客家属到现场抗议 要求获得更多信息 华语新闻稍后继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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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饱了,是时候帮我。 洗碗了。 嗯,谁来帮我呢? 幸好有GLOVE,它的浓缩配方有磁性威力,容易将顽固油渍去除。 想要找GLOVE吧。 GLOVE,有效去除顽固油渍。 来个极致美妙的味道。 加上Jelly Beats, Candy Beats, Popping Candy。 这是全新的CAPRI Dairy Milk, Marvelous Creations。 欢迎回来,中东呼吸综合征在韩国逐渐蔓延,今天再增加了五起确诊病例,总病例达到35例,共有三个人死亡。 当局采取了更大规模的防范措施,并关闭了700所学校。 而在中国,接触到韩国患者的72人已经到集中营接受隔离观察。 韩国新增加的病例当中,包括两名曾经看护病患的医护人员。 另外一名新病患曾经与另外一名确诊病患共处在同一间病房。 还有两个新的病患则曾经到访过韩国首个病患所入住的病房。 韩国保健福祉部指出,新的病患是在这些现有病患确诊之后受到感染的。 目前中东呼吸综合征在韩国已经共有1667人被隔离。 而在中国的第一起中东呼吸综合征的确诊患者,他的精神状态已经逃转。 这名病患是与韩国患者搭乘同一辆巴士,当时车上共有78人。 其中的72人已经采取集中方式隔离观察。 另外的6名乘客当局还没有取得联系。 中东呼吸综合中是有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而引起了病毒性呼吸道疾病。 2012年在沙特阿拉伯第一次被发现。 中国当局表示暂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疫情能够透过空气散播开来,所以人们不必过于担忧。 每年到了六四这个敏感的日子,中国大陆都会陷入紧张的气氛。 今天正好是六四事件26周年纪念日,中国天安门广场全天候高度戒备,担心人们会因为六四事件以及对当下现实的不满而掀起另一波的抗争。 1989年天安门六四事件已经迈入第26个年头,每逢6月4号全球各地都会举办纪念活动谴责中共政府屠杀爱国学生的暴行。 26年来,天安门地区都会受到中国政府严密戒备,为了避免天安门广场发生民众聚集纪念六四事件,中国政府依如往常在今天加强了天安门周边地区的警戒,当地气氛显得异常肃穆和紧绷。 除了天安门地区,在1989年造成伤亡最为惨烈的木西地,也从2号开始提高警戒,甚至周边地铁站都被彻底封闭禁止通行。 不但如此,多名六四事件死难者家属和维权人士,近期被中国政府隐密监控,部分还被要求暂时离开北京。 来关注中国东方之心,克伦沉默的最新进展,目前要在传体中找到更多幸存者的希望,已经越来越渺茫。 根据搜救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今天下午三点,遇难人数已经增加到75人,成功获救的生还者则维持在14人,还有将近400人生死未卜。 中国长江这几天的天气十分恶劣,加上泥沙和水流复杂,导致搜救任务频频受阻,不过拯救大军还是坚持冒着风雨,争分夺秒在水面和水下展开探索,希望尽快找到生命的迹象。 无奈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现场始终没有传出半点乘客生还的佳音。 为了尽快找到400多名乘客的下落,救援队伍已经在船底凿出两个救生洞口,但暂时没有找到生还者。 这在拯救工作进行的同时,医疗救治工作也在同步展开,一名还在医院接受治疗的65岁生还者朱鸿美,目前情况稳定,没有生命危险。 通过最近一段时间的治疗,现在看电脊质明显都恢复,肌肉的力量也都在恢复,体温从原来来的时候刚刚30度,完了到现在基本上都到37度38度。 同样获救的另一名生还者江庚,目前还在江户病房接受治疗。 根据院方透露,江庚这几天不停地和医生唠叨都是自己的错,这个举动引起了他们的关注。 医护人员发现江庚的情绪很压抑,目前医生已经开始对江庚进行心理辅导,希望帮助他度过这个艰难时刻。 今天中国当局发布了东方之星客轮沉没的乘客名单,我国外交部证实,星期一晚上在长江沉没的客轮上并没有我国公民。 外交部今天发文告指出,根据中国提供的乘船事故乘客名单,出事船上并没有任何我国公民。 无论如何,外交部将会继续向我国驻上海总理事馆跟进这起事件。 这起客轮沉没事故的收救工作今天来到了第三天,但至今还是没有太大的进展。 依然焦急等待家人平安归来的乘客家属,因为无法及时获得更多有关亲人的信息,到事发现场发起抗议。 现在不是做什么,我母亲得决了,我父亲现在还在里面,这么多人都是亲人在里面,都是自己的父母, 亲人在里面,现在政府对我们现在是不闻不问而知道,没有一个说法,我们是没有办法,我们现在就是想离我们的亲人近一点。 现在就是准备走到那边去十八地看一下里面的情况。 一天就一天过去了,尽管一直耐心等待,希望家人平安归来,但是始终没有家人的消息。 由于无法及时获得更多有关乘船事故的消息,一些乘客家属已经胡奈凡前往现场展开抗议,向当局表达不满,一些民众跟在现场冲破了警方的警戒线。 在场抗议的亲属提出质疑,为什么那么大的客轮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沉没,以及为何当局没有及时发出警报。 另外,他们还要求获得船上乘客的完整名单。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莱坞中国大剧院迎来88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中国著名影星赵薇和黄晓明一同亮相星光大道,他们还跟速度与激情的美籍华裔导演林毅斌一起在剧院前留下手磨和脚磨。 他们先是排排站在泥土制成的模具前,蹲着印上了自己的手印,然后又共同起身印下脚磨。 在仪式结束后,三位共同牵手站在模具上合影留念。 如此一来,好莱坞星光大道荣誉榜榜上的华裔电影人已经从三个人增加到六个人。 在这个地方按手印的男演员,我也觉得非常非常地荣幸。 能够成为中国第一位在好莱坞留下印记的男女演员,赵薇和黄晓明都感到无比兴奋。 为了给林毅斌导演捧场,速度与激情系列的几位演员也都到场支持,为活动增色不少。 我国的韵律勇健将,今天在新加坡冬运会中,勇夺双人赛金牌,为我国献上了本届赛会的第一枚金牌。 不过国家足球队却以1比0不敌泰国队位居小组第三名,已经确定无法晋级半决赛。 韵律勇名将卡特里娜和李银贵今天延续出色发挥,在双人自由自选动作决赛中, 以75.566起分,排名第二位落后东道主新加坡队0.3分,但是综合三天的成绩后, 我国代表最终以总分150.9103分摘下金牌。 早在前两天的双人技术动作赛和自由自选动作预赛中,李银贵和卡特里娜就已经暂居棚首, 实力突出了两人,今天继续交出精彩的表现, 虽然面临新加坡队的强力挑战,但是依然以总分1.0731分, 力压东道主,至于同牌则落在印尼手中,总分为139.0880分。 这是卡特里娜时隔四年后再次夺的东运会金牌。 2011年印尼东运会大马队以无敌姿态,难获全部五枚金牌。 其中卡特里娜与方汇军夺得五金,上线缅甸东运会没有举办运游泳项目, 今年赛会也把总金牌入合,从五金减少到三金, 我部队已经成功在下一金一银。 国际足协再爆出内幕消息, 美国检察部门揭秘了一名前高官布雷泽在法庭接受审讯时的问件证实, 这名前高官曾经在2013年承认接受贿赂。 他的指控包括其他国际足协的成员投选南非作为2010年世界杯的主办国。 南非体育部长对此表示, 当时确实有支付一千万美元给国际足协, 但是这并不是贿赂金。 也前北美中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高层布雷泽 2013年在东纽约地区法庭受审时当庭承认受贿, 布雷泽也认罪了条件跟检控方达成了减刑协议。 根据当局公开的文件, 布雷泽当时说他承认在1992年期间接受贿赂, 选择世界杯的主办国。 另外从2004年到2011年, 他和其他国际足协委员会的成员再次收取贿赂, 让南非当选世界杯主办国。 布雷泽也承认曾经和其他北美、中美以及加勒比海足协的高层, 从1996年、1998年、2000年、2002年以及2003年的金杯足球赛中, 以收贿和回扣的方式分配转播权和其他利益。 就在美国深入调查国际足协之际, 南非继续否认通过1000万美元收买三张关键选票, 获得世界杯主办群的指控。 这三张选票是布雷泽本人以及国际足协前副主席杰克·华纳和另一名职位。 南非体育部长姆巴鲁拉表示, 受到质疑的款项其实是用来发展在加勒比海地区非洲移民的足球运动。 美国当局认为这笔巨款是案件的关键, 并且把涉及者的身份指向国际足协秘书长瓦尔克。 瓦尔克承认他知道南非足协主席在2008年写信让国际足协将1000万美元 分三次转到北中美和加勒比海地区足协账户的事, 但是当时签名的并不是他,而是已经去世的前上司。 国际足协的丑闻风波从上个星期开始爆发, 已经有多名高官被起诉。 除了美国司法单位的调查, 瑞士的司法单位也开始对国际足协选择2018和2022年世界杯主办国的方式展开调查。 1998年款的麦凯伦第一方程式F1经典跑车, 在全球只有63台。 昨天这款金田宝车在苏富比拍卖行展出, 预计将以超过1200万美元的价格拍卖出去。 新闻结束前带你去欣赏这款传奇的跑车。 我是张忠林,感谢收看,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